光輝十月來了 看誰表現 這集檔股票的表現就夠你看的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平均 歡迎輪源投顧的何珊老師 平均好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珊 十月的行情才剛開始 第一天就下沙 這樣子盤面上有沒有什麼指標 是我們可以值得來留意 他們後續會表現的呢 好 首先這幾天大家辛苦了 因為跟國際的聯動 當然使得台股也不免的 一起聯動下跌 那麼本身我們去過濾一下 我們本來不是跌基本面的問題 是跌很多外在的因素 所以進入這個十月份 第一天跌或許讓大家心情不好 但是我們接下來想 十月份是我們很重要一件事 十月十號有一個叫 光輝十月的一個雙十節 那麼在雙十節當中 當然我們的台灣的航空母艦 在這邊會好好的呵護的台股 那麼接下來這個行情 大家就順這個市好好的把握這種的一個 機優成長股的往後的一個大商機跟大買點 因為此次大家去想 在下個禮拜當中有很多的財報要出來了 那麼我們現在已經估計了第三季 我們台灣有很多的產業 他們都是一個成長性的 所以當財報能夠出來之後 這個財報能夠Cable大家心中的口光 所以今天有這種一個行情 當然是十月份的一個下跌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到下跌呢 讓很多滿手現金人可以找另外一次新的 好買點對不對 對 那我要給大家一個概念 水能傅舟 水能債舟亦能傅舟 為什麼呢 大家去想這個概念 古人講這個話真的有道理 當我們聽到很多利多的因素 利多的一個消息 整個行情就是無厘頭的就是暴漲了 當然這時候聽到很多利空的消息 大家也不管怎麼樣 反正就是利空就是利空就這樣下來了 那麼在這種行情能夠翻來覆去當中 能夠暴漲也能夠暴跌 當然也代表股市存在很多大家心裡不安的因素 也存在了很多的機會 也存在了很多的危機 那麼機會跟危機其實只是一瞬間 就好比現在行情到這個地方了 到底它會不會反彈 還是還要繼續沉淪 還是走空投 還是崩盤 還是只是反彈 還是從此以後大漲 我們去想當時那個8月20號平均都還記得 有一個叫16248那個低點 大家也是看到那波EUXA 結果後來的急速的大漲1000多點 對不對 所以這次的行情會複製當時的行情呢 何老師認為有很大的可能跟機率 因為第三季過完了到第四季 第四季要連續到年底 那麼到年底這段時間 其實很多的電子產業都是它的商機 還有很多傳統產業都是商機 原因很簡單 一年最後一季了 很多人開始要豐收了 要收割了 包括你那個外國人要過那個新年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很多的商機體材都出來了 就忘記了 對 所以我曾經講過 當商人有商機 那後面就有大錢財嘛 所以我之前跟各位說 現在利用這種操作手法很簡單 當你聽到很多力度一路拉到很高的時候 你就反向操作把它賣掉就對了 當你現在聽到利空利空利空 好像跌物可跌 然後跌到很恐怖的時候 我告訴你反向操作就抄底就對了 所以把握這種機會 你才能夠當下一步的贏家 那麼今天我首先用這個叫做加權指數 大盤跟各位講 大盤雖然你看的很恐怖 但是有一個更矮的位置叫做 當時8月20號那個低點 是不是耳後快速的一個上漲 那麼此次大盤能夠快速的上漲 下個禮拜大家先看這張股票 它叫做台灣的航空母艦 我們10月份一定要請它出來 因為它是我們台灣的護航的航空母艦 對不對 在這裡好好的呵護著台股 只要這種股票一動 那整個行情就很簡單 指數就很好看就會上去了 當然大家不要去替台積電太緊張了 因為台積電很有智慧 不會被美國牵的鼻子走這樣了解嗎 好再來就是聯電 聯電各位優先注意 當我們的八大什麼股的 或是我們指數要開始扭轉的時候 這種股票一定有大手會繼續霸佔 而以這個股票未來的前景來講 絕對有大上機 所以目前修正指數的位置 跟它目前價格的位置 適合各位好好的去擁有它 好好注意了 再來就是世界先進 世界先進屬於台積電的 它的轉投資的 它是做第三代半導體 第三代半導體 真的是往後商機 因為每個人都在講說 我要用電動車對不對 你量車裡面最重要是電池那些的 那你原物料裡面最重要是 氮化加碳化系 它能夠使電動車能夠續航比較久 所以這種股票大家回過頭來 都要好好注意它的買點 老師提醒好幾次了 對很多次很多次很重要要講很多次 然後還有漢磊也是 它是屬於這種格局的 再來就像智原 智原我要特別提到 它近期有一款的IC設計的晶片 是很特別的 那麼這種很特別 法人做完帳結完帳之後 他錢很多他要做什麼 他還是會買這種股票 那那股票整個不管它的邪度 它的波度 它的籌碼面 現在都落入法人手中了 所以大家下個禮拜開始留意這種股票 會不會延續到年底 有很大的作為 再來就是像這種碩河 各位知道洪凱有入主他對不對 他為了是搶什麼 搶電動噗噗 這種股票大家也要留意 下週還有行情 再來就是像以盛 以盛跟電動噗噗也有很大的關係 也就是說整個洪家軍的股票 本月份10月18號要開一個噗噗大會 那有很多的商機 各位留意這個就是要 基本的一些材料的一個部分 那個沖壓件 再來就是像外太空的 外太空雖然週五的時候是打到跌停 但這種股票做完之後甩掉之後 還有機會再往上面噴 這種股票它是轉型的公司 也跨入了電動噗噗這塊領域 還有一個中鋼 大家知道鋼鐵能不能動 看這個老大哥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像這種四季剛也是如此 風電概念股 再來就是長榮 它就是屬於航海王裡面的 大家注意的超級機優股 謝謝 謝謝何山老師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資訊 記得加入何山老師的Light跟Telegram 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